被拿掉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相信很多女性都有过此经历 如今到了这个时空点 我们都懂得了这个行为带来的伤害 因为无知对孩子们造成的伤害 也体验到了他们的步步紧逼 所以妈妈每日要么责怪爱人不负责任 要么怪当初的政策等等 我想说的是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生活中的苦难都是他们来提醒你们 因为这些孩子们没有身份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哪里都不受 他们在那个空间受苦受难 忍饥挨饿 没有他们能归宿的地方 只有待在父母身边才会有温暖感 不会被欺负 但是时间久了 看到父母身边的弟弟妹妹们受尽宠爱 而自己却顾苦无一 难免心中产生无尽的怨恨 所以才会经常来搞破坏 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经常也会有家人跟我说 我之前也住过安顿 年年安顿了 但是为什么孩子依然过不好 我告诉他们 能够有权限有能力把孩子送走的 大多不多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找人安顿过 钱也花了不少 生活却依旧毫无改变 根源在于是没有彻底的送走 如果走了 因为度过胎产生的身体问题 家庭问题等都会自然消失 所以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一定要安顿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归宿 让他们能够真正离苦得乐 不然想走走不了 孤独无助 可怜悲惨 知道自己做错了 并且尝到了苦果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 忏悔自己的过错 然后积极的补救 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归宿 我们也因此懂得了因果 从此互不纠缠 也不忘孩子们的牺牲 和所承受的痛苦 如果还有不懂的 可以四发六 或者进主页粉丝群 我可以帮助你